來 給你去 不要 理性男子頭戴安全帽 滿臉通紅 渾身酒氣 走進警局要領文件 直辦員警突然聞到 他身上的酒味 隨口問了他一句 你有騎車嗎 作賊心虛的理性男子反應激烈 先是否認自己騎車 接著指向旁邊的路人 說是被他載來的 原警真是起了疑心 不斷追問一旁的灰衣男 有沒有載人來 只見他笑得超尷尬 直說自己只是來送飲料的 根本不認識對方 這時候警方發現理性男子 深情緊張 雖然還是堅決否認騎車 但原警決定來個科學辦案 釐清真相 先吹氣發現酒車值高達0.23 再釣出路口監視器 果然發現理性男子 頭戴安全帽 騎著機車出現在大馬路上 畫面鐵陣如山 讓他百口莫辯 終於探稱自己的確喝了 兩瓶啤酒後才騎車上路 結果他一直不承認說 他有騎機車來 經過我們釣越路口監視器 基於我們那個 我們周圍的那個 派出所的監視器 才查獲他 不但酒後騎車 他甚至根本沒有駕照 救駕加上無照駕駛兩項違規 就讓他吃得上兩萬多的罰單 原本只是到派出所領文件 沒想到被揪出酒後騎車 急著否認還半路認清 又被戳破 讓警方看了真的是 又好氣又好笑 記者李俊榮黃埔香華 金門採訪不到